政坛的震撼消息算是前行政院长唐飞要来付出了吗 今天的报纸报道说唐飞已经高龄75岁了 但对于台湾现在一个统独对立的情况实在是看不下去 将要再度的付出政坛 要筹集一个台湾前途展望协会 未来希望能够让中间选民都愿意出来投票 也希望台湾政局在这么乱了七八年情况之下 能不能让中道力量在这个时候来展现出来 对于这样的讯息到底大家又怎么来看待他呢 像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就说他并没有意见 今天他也不愿意做评论 但对蓝军的立委来讲这真是一件好事 我们先带你看看各方的反应 不适合在这里批评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们不要去谈 非院长虽然他离居国外多年 但是他对台湾的国事是世事关系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如果他愿意来登高一呼号召所有中间选民 跟理性的选民冷漠的选民 出来投下神圣的一票 我们乐观其成 他们站出来呼吁走中间路线的 他们呼吁一些走正义路线的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结设 我们觉得乐观其成 好 天然这样的新闻 我不知道今天现场来宾 三位来宾 您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这个让我们立刻想到 是在2000年的时候 把陈水扁给最后推升上去 那个力量就是李远哲 那么唐飞现在这个出现 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看待他这个角色 那么他说要筹图这么一个台湾前途 展望协会 希望找来的是社会各级的意见 累秀 也快来为台湾的统独对立 找出一条中间路线 不知道我观众大哥今天看到 联合报这份的报导 您对于唐飞75岁的他还愿意 这样来为台湾的政治来做付出 我们该如何来解读 如何来感念 来看看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真的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联想才对吗 我认为在外的台湾每一个人 都有那个主角 还有那个管理可以出来表达他的意见 所以唐飞 我们先不用说他做到我们的行政议中 他基本上是一个军人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说人会外的台湾 做你自己 不过我今天在看这条新闻时 唐飞究竟能发挥多少力量 我的观察力量不大 今天台湾在统独这个意识争论里面 中间的这个空间的路越来越狭窄 越来越走越随 用什么 我们不会再等了 我们不会再等了 为什么统独会放在一边不谈 今天唐飞今天如果用这个题目出来的话 人家讲说你根本就是替马英九在掩护 马英九就是不谈统独 你今天替他吵出来代表说你是站在马英九那边替他掩饰这个事情 今天统独该不该台湾我认为是要他说 怎么说呢 我还记法国总统说话 这样大家会记得 法国总统萨柯齐在他的演讲里面最后一句就说 他记得 听好 他说如果你不想要你就不会有 意思是你如果没想要爱你就永远没有 所以你自己的心来有想要爱 怕你台湾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 你心来想要爱你怎么去做 如果你如果没有爱放在那边没插入 你永远就没有 你这是给我们带衬 他也是一个匈牙里的移民去法国 有得到去法国选到总统 他说的这个演说 在我们台湾我们有这种格级 这种政治人有这种格级 怕你马英九你的背景跟这个法国总统来看 很多问题都收拾 不过你的胸襟和格级有这么大 怕你唐辉出来带你站起来 他要找这些人 我们去看看 跟那个民进党年那个什么新世代 那个什么周毅诚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他也要一个第三社会的社会党 跟唐辉现在主持这个 大部分都大同小异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我真的很中间 他的心态里面他还是台湾本土的 可是他也看不下去这样 所以他要出来组成第三社会党 唐辉一样 不必骗别人 他也是看不下去 可是他还是跟这批人在一起 他所找的这批人 全部都以前都是马英九咨询的人 你说人家就把你看穿你的手脚了 你真的有很公正公平吗 你真的是为台湾在好做吗 尤其是说唐辉你干过九个月的行政院长了 台湾的政治是复杂 你比台湾里面任何一个人你更清楚 所以说他就讲说当年被陈免总统认为是个石头 最后把他给搬走的前行政院长唐辉 当年在2000年底下台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这七年当中 大家不再在台湾看得到他 实在是这过程里头 有一些些或许一些不能够为人所知的相关的苦楚 因为当年当起了绿军的第一任行政院长 其实在蓝军当中很多人也是有些些不支持 所以这过程里头走完了这七年 默默的这七年走了过来 他是不是真的因为感受相当的多 所以这时候他非得要挺身而出 但是就像刚刚国共大哥讲的 目前点名到的人 包括龙云台 李嘉童等等 但他认为都是跟马英九有些渊源的人 所以说这到底